台風來襲 屏東久如空中街頭不良 導致跳電 台電人員冒著風雨搶修 但這個週六 屏東核三廠一號機也將處役 屆時全台核電比例將降到約3% 加上台灣發展AI用電需求高 電力夠用嗎 台電目前我們認為它針對核三廠停機的缺口 它是有做到電力供應的這些準備 那這點我們是認同的 現在明年它的我們的規劃就是 它處役之前我們有大坦的七號機 大概有90幾萬 還有新打的新女號機大概是130萬 所以總共有220萬 計上來都比下線的基礎還大這樣 除了風的電廠三號機提供110萬千瓦 電量9月還有大坦9號機發電 12月有大坦7號機支援 但環保團體還是希望台電朝向減煤 目標邁進 我們預計是要把我們的燃煤的占比 能夠一口氣 能夠削減 到只剩下27% 那我們按照目前的進度來講話 它可能只能夠削減到31左右 把這個目標能夠補上去 然後補上去 然後再來相關的一些基礎建設 能夠建設好的時候 我還是目標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要在2030年的時候 盡可能把每一個佔比來講話 能夠壓到是15% 算算運轉40年的核三一號機 總發電量高達2780億度 除役的過程在27號下午3點開始降載 晚間10點解連 深夜12點就會正式停止運轉 主張非核家園的公民團體認同 核電如期除役 但明年5月17號 核三廠二號機也要除役 到時候台灣邁向無核家園 電力供應如何補足 我也考驗台電的調度能力 明日選擇又一項公海 台北報導